在你这抽奖你也有提升 没有啊 你抽了你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摔 应该到这个月应该差不多有两年 两年来说算好吗 可能在其他人眼里应该觉得OK 但是也会有更好的更好的一些收入的主播 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我不知道其他人 反正我最高的时候可能一个月有过十来万的 这个很难啦 正常的可能一个月就有几万咯 这边就公众室啊 然后灯光 这就是麦克风 然后这是神卡 因为我空间不大 所以我就是弄这种背景啊 然后加一些小灯 画的话其实我很快 我其实一套妆画下来大概就是几分钟 不到十分钟我就搞定了 然后像 因为你视频是比较远的效果 然后睫毛的话就是贴完都可以直接贴 然后你在后面补一下那个形就行了 其实就很快 因为视频上不会看得那么仔细 就是说你中间的那个没有贴得很好的情况下 其实我会建议他们如果说想要更方便点的话 可以去做一下美瞳线啊什么的 这个的话其实可以节省挺多化妆的步骤 因为我基本就是画个眉毛 画个眼妆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上播了 那边只有一个男枪 速度点是男枪 8比3 但是他装面慢慢就不行 因为我的护甲对上来之后 男枪对我还有什么威胁 对 至少都是至少都是六条线上 对 对 比如说 嗯 平常的话 我也会带在品牌里去挂着 但是只要说是只要有听到的直播 那我是肯定是会在 我认为 我认为我个人啊 就是画个稍段啊 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讲说个人爱好 我这个人平常就不是 喜欢不服务的一样的喜欢 吃个台语抽之类的 可能也就是在这上面有一点油烂爱好 然后就是在 然后我家里 家里有一家是比较支持的 嗯 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他直播的一个 一个气氛 是非常就是 我感觉到是 因为有时候玩这行嘛 平时有些工作的压力 就是进阵里面也是 所以我就是想自己心情 得到一个释放 然后他刚好他的一个直播的一个风格 是让我 让我的一个心情啊 我的工作人家安养 又到这里如果得到一个释放 比如说跟他聊聊天啊 就是很开心的那一种 所以说家里释放出去啦 那个礼物那我给你 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送出去啦 是吧 就是事多事逃的话 那就是肯定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人多者多吧 我们这方面我们工 工会工作室旗下 一共72个主播 一方面是网络面试 以及有一些是 线下工作室面试 这方面需要你身份证 首先需要你提供身份证 其次身份证上必须满18多岁 首先我们会看这个 这个主播首先 颜值肯定是第一要素 其次 谈吐的话 我们也是要考虑 首先我们监督 已有的艺人的行为规范 同时 呃 在招收主播这方面 也 也是要同时进行 我们的分成情况是 我们拿主播后台的 四分之一 比如说他拿一万块 我们就能拿2500块 他的一个月最高的收入 大概是16万左右 16万的话 我们能分到他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 也就是四万多块 绑红一个主播 首先我们自己会花一定的资金 在这个主播上面 然后同时要求这个主播 我们刷出的钱必须返现 如果不返现的话 我们不会云以大力支持 刺激消费 以及 以及我们这边工会需要的一个流水账目 是 是 有些 有些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朋友 他之前是演唱会吧 我们之前有个公司 他是做演唱会那种的 赞助啊那种 然后就认识了那边的人 然后呢他刚好转到了经纪公司 然后呢作为侵判找到了我 然后他刚好觉得他那边 因为那个小米直播当时他是在招主播 而且他那个软件刚刚上嘛 他还没开发布会的 就是只是试测 测试期还是什么期的那种 他让我去签约 签约是的话呢就是读播 只能在这个平台不能去别的平台 我会直播每天两个小时 最低两个小时 会分段播偶尔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累积起来差不多这个时间 也可能会更惨 我们是也属于工作来的 因为有一些主播他会当成他的主页去做 可能一天不只播两三个小时 他会播七八个小时 内容就是全职主播了 等于就是说我什么事情不做 除了吃饭或者怎么样 我就是直播 但我的话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吧 然后直播只是当做我的生活的一小部分 这样子 一般我就聊天 因为我唱歌呢 不是我没办法走唱歌路线 我在直播唱歌很难听 可是现实中我唱歌是可以的 但是我直播唱歌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听 收入是有的 然后另外自己也多一个圈子 多一些朋友 然后不同行业的话 就是说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也可以做为一个工作 然后也可以做为平时 就是有时候无聊啊 找人啊 就是上面的聊聊天这样子哦 嗯 喜欢谈不上喜欢就是说还行吧 可以做 其实做的 其实刚开始我真的不太喜欢主播这一行 也给我印象不太好 为什么呢 主播 其实在国内的主播 其实刚开始那些发展平台是 很多都是那种 屋啊 色情啊 或者那些东西 不良的 对不良的 然后像小米直播它都还好 印象不太好吧 然后 刚但是玩下去了 怎么东西 还是有点乐趣在的 对都是一样一样的 可以了吗 直播的那种 刚开始就觉得好像有点就是怎么说呢 刚开始就觉得有点 我们我们好像搭台的一样 搭台吃饭你知道吗 拼桌 拼桌吃饭 拼完了他直播他的我吃我的 我就哦 那就这样吧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 会哔哩啪啦的 哔哩啪啦的那种嘛 所以我就说 拼台吧 我也不理他 他也不理我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 就 就我说哎呀 你就只顾着直播 不用理我啦 我见你都只能在直播见你啦 吃个饭我你还在直播 我就这样冷冷的讽刺他几句 以前我们还在微信经常聊天 那我现在聊天 我只能在直播间聊天 我都跟他没有私下了 对会有这个情况 的确会有 的确有意见 我每次上去我都说哎呀 我现在都只能在直播 看到你的人 我真人 每次找你哎呀 我在直播 他等一下 我怎么样 然后他的时间 让他回他的 那他刚好直播的时间就在我 可能他晚上直播的时间就是我下班回家了 刚好有时间 然后他又刚好在直播 然后完了之后啊 的确有想起来的确有冷过他 你才知道 哈哈哈 然后他微信找我 我一般都回个直播中 然后他就没了 然后有时候我心情好就去直播找他了 然后有时候我就想哎算了就 不care他了 我就不理他了 可能他自己热爱吧 假如说我不要是 我刚开始有表示一点小情绪吧 但是假如说我要表示情绪的话 可能作为朋友对他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慢慢的习惯了就理解吧 我认为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成长一个帮助吧 因为你要是在一个众人面前有一些 你肯定是你做一个公众人物 就是说肯定是有人支持你 也有人会去黑你 所以在这个过程也考验他的一个心理能力吧 还有他对镜头的一个角度啊 还有他说话的一个方式啊 都会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成长 我认为是 所以我还是挺支持他的 我昨天才看到有人就是 是韩国买的 我不知道什么牌子 是免兴吗 不是免兴 欢迎使用 是免兴吗 不是免兴 是免兴 是免兴 那是免兴 的 为情刑 迁 明 你 者 观 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